韭菜的鲜鸡蛋的香交叉 味非常棒的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鸡蛋炒韭菜 来就先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第一步啊要把这个韭菜呀 摘起干净 这样 洗一下 把这韭菜根 先下锅炒的 韭菜叶 后下锅炒 切的长度呢 是一寸二长啊 不要过长 把四个鸡蛋抽打一下 把鸡蛋 下锅 这是老式的一种炒法 过去老师傅说呢 鸡蛋炒鸡蛋就是炒鸡蛋 你都别加底口 因为呢我们炒的韭菜呢 时常会出水啊 它一出水呢 汤水啊 让鸡蛋吸收了 看看大核桃块 看看这个颜色 看看能不能看清楚 这个就叫虎皮色啊 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这个不要求论啊 这个被要求论就是吃一个鸡蛋的香 再吃韭菜的鲜 所以呢必须的要使豆油 啊 豆油 没有豆油呢 就四辣油也是可以的啊 就是放豆油呢 增加香味 把韭菜根煎炒一下 韭菜根 炒至变绿 就是六成熟 加上盐 下入韭菜 下入韭菜 韭菜叶 翻翻均匀 步度要快 好了 现在呢 把这个鸡蛋 下进来 半斤就好 出勺 相当好吃 啊 相当好吃 这个菜就就讲一个利索啊 啊 突出它的本味 韭菜的鲜 鸡蛋的香 两者之间的交叉 味非常棒的啊 辅助料 那个香味 就是豆油 盐 喜欢辣的里面 可以放点辣椒 啊 还放点蚝油 放蚝油 不放味精 放味精 不放蚝油 要不就放鸡精 都可以 你要是一加上那个鲜 这个九层那个那种鲜 微微有那么点辣的香味 根本就上不来了 就让那个味精 一下就给带着 所以呢 我们炒这个菜啊 记住 没有更多的调料 什么葱啊 姜啊 都不 好了 今天这个菜品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